对面的远方 在短时间内 有了上千辆的卡车 组成了自己的车队 难道姚远 不知道现在的 大环境恶劣吧 难道他 不知道这样做 会死得更快吗 那他为什么 要跟自己较这个劲呢 我们不能再冒险 做物流了 不然会把我们大家 给拖垮的 是啊 这个月的利润 我们已经 完完全全地 被吞噬掉了 这么重资产的 投入产出比 我们没有办法 再继续承受的 你们要想必要的 我们是想必要的 不让大家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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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有云天 商城的电梯卡 这你甭问了 邻里之间互相串个门 很正常 咱现在不是讲 这个换位思考吗 你看从这儿 就能看见我办公室 有五个门 的时候 要听我的 我把你拖着 冤枠 bla 此时此刻 就在她脑袋底上 吃点吧 阿莲姐给你做的红烧肉 不是 我不饿 不饿也得吃啊 她做的红烧肉 我又给你加了百叶结 你可是打了胜仗的将军哦 但你是心慈手软的大将军 对李小彪这次 你是够人之意尽了 姚悦你知道吗 想要把这个企业 做长远的打算 你手下一定要有 得力的助手 关键时刻能给你补台 能给你独挡一面的 我这次真的见识到 艾莲姐的厉害了 她对远方太重要了 真没有想到 她的风控意识这么强 她就是远方的 定海神针 我呢 我是什么 你说 你说得对 我说得对 完了 酒 这怎么办 以后远方的仁世权 就归你来管 我这次没有胜 我这次很失败 我一直以为 我身边的兄弟 都是忠诚的 我指哪儿打哪儿的兄弟 没想到遇到的事 就是一盘斩杀 而且居然有人想害我 中文字幕——YK